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的是花雕醉虾复刻版 我们这一次的年货预购里面 花雕醉虾它的汤汁非常的多 而且它很香 因为有很多中药材在里面 如果这样就到掉了 我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我帮大家测试用 秋青雅秋大哥的冷冻白虾 跟冷冻白虾仁来做测试 看分别是这两款 所以到站所取货的时候 记得再多带一包冷冻白虾仁 或者是冷冻白虾 甚至你两包要多带也都ok的 因为那个酱汁都够 我现在先示范煮虾仁 我一锅水煮滚之后 我有加一点盐 煮滚之后呢 我就熄火了 然后把虾仁倒下去 我煮的时间大概一分钟 因为我还要浸泡 所以我就不要煮得太老 看颜色变了 其实就可以了 我就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放凉 记得你的汤汁啊 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把它取出 不要让你的汤汁 跟吃的人的手啊 还有器具等等之类的交叉污染 我个人会这样做啊 然后白虾呢 水滚之后 我没有熄火 我就倒下去 煮大概一分半钟 你这一锅水啊 有加盐了嘛 所以你先煮白虾仁 然后再来煮白虾 然后也是一样时间到 你就把白虾捞起来 然后放凉之后 把壳剥一剥 我会剥壳 是因为我想说 我们要浸泡汤汁 所以先壳都先把它剥一剥 然后那个白虾壳啊 我就再接下去煮虾膏汤 很棒吧 都有全食物利用到 这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汤汁记得一开始 就把它跟你的花雕醉虾分开 避免去浇塌污染 这样的测试 我觉得还满满意的 因为我拿到战锁 让大家吃吃看 都觉得那个味道是有露的 我就放在冰箱冷藏的时间 大概24小时 这样就好啰 你看我们一个花雕醉虾 我们还可以再复刻另外一个出来 好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